好 我們來關心 現在國際上除了尾巴衝突之外 還有俄烏戰爭都還在持續 那這麼緊張的狀態下 外界也關心緊張的台海關係呢 有沒有可能中國大陸到底有沒有可能會攻打台灣呢 現在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就分析 如果共軍要攻打台灣的話 後勤補給呢 可能會遠遠的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諾曼地登陸 所以今天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特拍記者運文來到現場 幫我們進行分析運文好 詩姨好 大家好 晚安 好 運文想要請教 我們剛剛聽到說 光是講說會超過諾曼地登陸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去想像 那有沒有一個比較實際的數字 就是說如果共軍要攻打台灣 到底需要多少的後勤補給 而他們現在到底有沒有這樣子的能力呢 好 我們先看到是說 就是如果中共想要擴海打台灣的話 要哪些的後勤資源跟補給系統 那這是個很龐大的這個後勤的能量 我們居然看到 就根據萬媒的評估指出說 如果中共要跨海打台灣的話 光是這個軍事列車就是需要3000車次 然後100萬輛的車輛跟2100架的飛機 還有超過8000艘的船隻來運送他們的軍隊 裝備跟物資 甚至是說到如果登陸台灣 你需要的是超過3000萬噸的物資 那這是根據的經濟學人所做的評估 所以說這樣子龐大的物資 這樣的數量其實是堪比 是遠勝於二戰時期的 諾曼蒂登陸 你說這樣的兩棲作戰跨台海呢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考驗喔 我們就看到目前這個俄烏戰爭 它是個一馬平川陸陸作戰 那二軍就鋪出很多嚴重的後勤 補給不足的弱點一個缺失 那現在如果跨海的話 那更加的挑戰喔 我們就來看到 這幾個重要的一些專家的分析 首先是我們的這個 就前參謀總長李啟明 他就說到呢 如果呢只要台灣呢不投降的話 那共軍要打很久打一段時間 那共軍的後勤是需要跨海來運送的 那會是一大困難 但我們是在自家打 所以這個後勤呢是比較不成問題的 因為剛才這個中國的國防工業雜誌也說到 這個二軍的後勤呢 不足是值得關注的關注的 不然他們越喊越喊的讀導說 這個增加的軍事庫存是一大的挑戰 再來是這個中國的軍科院也說 攻台的大挑戰是在靈活的應變能力 以及這個是中共的解放軍報也坦言喔 他們目前的這個後勤能力 是不足以來應付現代的戰爭 好即便這樣子我們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的 我們必須要以這個備戰不求戰方式提升國防能力 等等的喔 好那我們來看到 雖然說現在這一個 中國大陸在這個共軍方面非常努力的在繼續發展 但是當然他們的外交呢 也是要很努力喔 因為很多人都關心 拜習會到底什麼時候有可能 目前最新進度如何呢 現在比較有可能 拜習會的時間就是在美國時間11月15號 也就是APEC高峰會進行場邊的雙邊對話 那當然了美方希望是可以恢復中美兩方的軍事對話 而對北京來說呢最大的重點當然就是 台灣的議題喔 大陸駐美大使謝峰就說 美方應該要落實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兩個中國或者是一中一台 舊金山APEC領袖會議倒數剩下不到一星期 所有焦點都在還沒正式公布的拜登 習近平場邊會談 上一次習近平訪美是在2017年 川普在佛羅里達海服裝園接待他 這次西藏 新疆 香港以及中國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 打算以最大規模聯合行動抗議習近平訪問 為了促成拜習會 白宮小心翼翼 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 臨時取消出席一場研討會 謝峰在香港中美論壇視訊至此表示 通往舊金山之路 需要重回巴黎島共識 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也表示 美中關係更加穩定 溝通越來越好 但不代表雙方不存在競爭或重大分歧及摩擦 美方降低外界期待 不預期會大幅改善美中關係 但希望能夠控管並且穩住兩國關係 如果能再恢復軍事對話和打擊芬太尼上有進展 就算是不錯的成果 而對習近平來說 明年1月台灣總統選舉 勢必是重點之一 北京希望拜登能明確重申 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 另一方面也要讓美國企業 對待中國投資感到放心 TVB新聞佳輝 美國華府報導 好 當然現在中方關心的是 中美兩個會談的時候的台灣的議題 但是台灣政府關心的一部分很大的 其實就是共激近期頻頻的擾台 像觀眾朋友CK也說 光是中共的無人機其實就夠讓台灣政府感冒了 但是我們知道說 昨天晚上國防部呢 甚至還偵測到中國大陸的發射的長征火箭 從這個台灣的上空來通過 是不是也讓國軍格外的高度警戒 對 應該說是高度警戒的情形 我們先看到這個是這個中共 他們昨天在這個四川的西昌所發射的這個 長征3號運載火箭 它的功能是要托舉這個中心6E衛星發射升空 只要進到軌道去 去接替這個之前的中心6B衛星 是要做的是廣電業務的一顆衛星的功能 然後他們說任務是發射成功的 只不過呢這是長征系列當中第496次的飛行 他們已經做過很多次 類似這樣的就是運載火箭升空 然後送衛星了 但是很特別是在昨天 我們的國防部呢 卻突然的發了新聞稿是說呢 有注意到在11月9號的7點23分 偵禍到這個長征火箭搭載的衛星發射任務 經過我們台灣的上空 而這個高度是在大氣層外 那我們國軍呢是保持著高度的警戒 這四個字高度警戒 堪稱是今年第一次使用 也是呢在去年回台軍演之後 第二次使用這個高度警戒 所以呢大家就還蠻關注的 到底為什麼會特別來關注 這個一般的衛星的上空這樣的發射過程 可能是怕說在我們上空之下呢 或者是意外或是什麼殘骸凋落之類 會有所受疫情相關的影響 那我們看到的是我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是靠這個就是樂山雷達站 是個台美聯合部署的樂山雷達站 它可以做全視角的360度的偵測 到3600公里的範圍之內 所以過去呢中國跟北韓 在發射飛彈或是衛星的時候呢 都被我們所來徵禍到 是 沒錯 現在共軍還有中國大陸的一舉一動 這個台灣這邊可以都說是非常的敏感 而且也非常的小心的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運文今天來到現場 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運文 謝謝順義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對於共軍相關的情勢 台灣都是非常敏感 而且非常的小心喔 但是我們來看到海軍的營區呢 開放邀請媒體採訪 結果呢國軍呢使用的是一款 陸資越南製的無人空拍機來進行拍攝 其實按照現行的法規 國軍是沒有違法的 但是卻也被發現 美國國會的警察在今年5月的時候呢 就因為國安的疑慮 已經禁止使用這一家中國廠牌的無人機 操控外視角 欣賞海軍營區開放表演 隔壁就是六月剛成軍的玉山軍艦 在256戰武隊退場的同時 橘紅色的無人機超醒目 一旁的軍方人員操控自如 無人機還飛到玉山艦上拍攝俯瞰視角 而這款無人機是越南製 但它的母公司設在中國大陸 旗下有其他型號的無人機為美國製 翻開網站介紹總部在深圳 子公司 美國 德國 義大利和新加坡都有 就是台灣 去年國慶煙火晚會登場的 無人機表演秀被立委踢爆 無人機國家隊用的盡視大陸制 無人機讓政府急跳腳 當時不關國軍的事 但邱國鎮仍強調 軍貴無人機禁用中國制 而國軍這次用的無人機為越南制 返害行政院2021年公文曾指出 陸司廠商的資安產品原則 不列入盤點及汰換 等於說國軍採購這款無人機 符合規範沒問題 不過美方近期對這家公司的產品 各位自然有很多會透過 包含中美核資企業或者 它生產的這些無人機裡面 會有一些可能包含在軟體 或是一些製造過程上來說 無可避免的會沒有辦法做到 完全中國獨立 美國NBC新聞今年6月報導 美國國會警察五月已禁用 這家公司所生產的無人機 旗下四家同廠牌無人機遭汰換 美國參議員盧比歐更直接點名 這廠牌的無人機對美國造成 嚴重的國安威脅 如同美方執政政府 先前極力擺脫紅色供應鏈 但大陸廠牌的無人機 在市場上長期佔據優勢 美國如今再度對中資產品拉緊報 我國是跟進還是觀察 恐怕得通盤考量 TB的新聞 紅富華 劉甯廷 高雄報導 好 一年一度的電商盛事 也就是雙十一購物節就要來了 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上網購物呢 我們知道說其實這個雙十一 光棍節的購物日 其實從中國大陸這裡傳過來的嘛 因為中國大陸這邊 每次到這個時候呢 很多人就會大買 甚至雙十一也叫做剁手節 但是現在美國最新的數據卻顯示 在今年呢大陸的消費者 在雙十一期間呢 有可能會減少消費 加快速度看排隊人潮 為了上海新世界百貨一大圈 男女老少等的是 百貨應用電商年度最大購物節 雙十一舉辦的折扣活動 折上折賣 它300賣到500 然後還能商場裡面 還有個6到7折 實體百貨拋出利多 和電商正面PK 因為現在錢實在不好賺 美國顧問公司 貝恩發表的報告數據顯示 大陸的消費信心 仍然是低於疫情前 超過75%的受訪者表示 會在這次的雙十一期間 減少消費 而且更傾向於購買便宜的產品 還有必需品 大陸媒體也報導 邁入第15個年頭的雙十一 今年消費者行為 主打理性 務實 很難出現過去衝動消費 和大量囤貨的情況 當然要省了 因為北京最近的就業情況 也不是都特別好 你今天有工作 你明天這個公司在不在 也不太不太肯定 所以就買東西會比較克制一點 公司不就是漲了 沒多少吧 漲得不多 但是物價確實都在層次上漲 消費者對價格敏感度更高 每次花錢算得更精 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 雙十一購物節比過往冷清不少 沉溺於網路購物 被稱為剁手黨的人群 也大幅減少 提前會看好 然後比價 然後再來下單 其實衝動消費會少一些 然後也不會一直泡在直播間 大陸官方最新公布 作為通貨膨脹主要指標的 消費物價指數顯示 10月份同比下降0.2% 出現今年以來第二次收縮 法新社評論 物價便宜看起來有利於提高購買力 但也可能讓消費者延後消費 進而對經濟構成威脅 TVBS新聞程序裕林秉珍 北京採訪報導 好 現在這個國境開放 大家都可以出國玩 也許雙十一的熱潮 不會像以往 尤其是疫情期間這麼熱絡 但是如果講到出國旅遊的話 大家最近去南韓還是要特別留意 因為我們知道南韓最近床屍 也就是臭蟲肆虐 而且現在疑似就是經由跨國的 客貨慾傳入的 那現在我們知道說 其實韓國是很多亞洲國家 非常喜歡去旅遊的地方 現在香港有可能 是不是也出現臭蟲了 因為有香港的夫妻 他們去韓國旅遊 結果回家之後 在床單上金箭血跡 才知道自己原來已經被咬了 另外在香港的機場快線列車上 也傳出有人PO照片 在這個椅子上面 有發現一隻長得很像臭蟲的蟲 不過港鐵他們說經過消毒之後 目前是沒有發現臭蟲的跡象 那專家也提醒 出國旅遊之後回來洗衣服 記得整包拿去洗衣機洗 那必要的時候 也可以用熨斗來燙床腳 相對來說 用高溫砂具也比較安全 港鐵華會加強檢查車站和車廂 重點清潔非金屬座位 香港會這麼緊張 因為港人愛去南韓旅遊 而南韓的首爾仁川大秋 正被床屍肆虐 我本來就很少去一些桑拿 或者沐浴場 那聽完新聞之後 就更加小心 不過我身邊還有很多朋友 會例如去酒店 Staycation 他們都沒有特別避忌 可能政府參與 變成可能會將自情卡 帶了一些 專家認為南韓政府主導 除蟲作戰才引發恐慌 不過如何處理床屍 跟著行李箱貨運等途徑 被帶進香港 成了港人熱門話題 現在都害怕的 因此滅蟲產品出現恐慌性搶購 都會有突破情況 其實都挺恐慌的 比過往往貴的時候 都還要多查身 若被床屍叮咬 會紅腫搜養 嚴重的冒水泡 香港將在機場加強宣傳 防治床屍 可以設置60度的熱水 清洗出油帶回的衣物 不必過度恐慌 TVBS新聞消滅站陳日文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